今天我們來到的是一個 就位於花蓮六四淡山的一個鐵掌櫃茶社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環境其實是十分的輕優 那它有主要產金針花還有一些南瓜 那這邊比較有名的一個南瓜鮮奶和這邊的一些餐點 其實都還蠻適合居家旅遊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環境是非常的宜人 那後面有一座屬於他們自己的金針花山 全家出遊的話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這邊主要有產茶 那鐵掌櫃茶社這個名稱就是從此而來的 所以其實有時間也可以找鐵掌櫃 泡個他們的蜜紅茶來喝也是十分不錯 當然也有外帶啊 那有空也會推薦朋友多來這邊走走 就這樣 好 謝謝 各位朋友那這樣好 既然有一點時間我就帶大家來看一看這個 鐵掌櫃茶社他們自己私人的一個 競爭花海 所以路途有點遠跟我走 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金針花海 就是鐵掌櫃山的自己的金針花海 我們可以看到金針花它就是所謂俗稱的一日美人 也就是說它的花齡其實只有一天 到了明天它就Q了就GG了 goodbye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非常的遼闊 那鐵掌櫃茶社呢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個蝴蝶園 什麼是蝴蝶園呢 就是他們自己養了很多蝴蝶 這些蝴蝶賴在這邊吃東西不走了 越來越多 所以帶你去看一下蝴蝶園 走 是的 我們已經到達鐵掌櫃茶社的一個蝴蝶園 首先我們看到很多蝴蝶 他們根本不怕人 賴在這邊他們甚至不走 有一個方法 鐵掌櫃教的 可以讓我們很快的就可以觀察到這些蝴蝶的生態 首先我們必須先刺激他們的感官 哈哈哈 他們就會飛起來了 對很好 有機會可以到這邊的話 可以找這些蝴蝶園 其實還不錯 用餐也好吃 住宿也蠻乾淨的 那有時間的話真的可以往這邊走一走 就在花蓮 離你不遠 來吧